假如真有效 那葛扩崇文念念的时候 你的烦恼就断了 你的智慧就开了 那就有效啊 念了这么多年 烦恼天天挣扎 智慧也不开 就好像生病吃了个药 吃了好久了 不见效了 你还不觉悟啊 所以你仔细去观察 不如一个老老实实 念一句阿弥陀佛的老太婆 那个老老实实 念一句阿弥陀佛 念个三年五载 你看人家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欲知失知又不生病 那就成功啊 它真有效了 你念那么多 念那么多年 你跟他比差远了 人家生死旨在 问你 你对生死有没有把握 现在还没有把握 这就是你所修学的方法 没有效果 还不就 所以扩送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 才是真实的法门 微妙的法门 精力一步精足够了 一步精就能成佛 年步三步四步五步 恐怕 往生都有障碍了 这十不可以 不知道 偶尔看看可以 偶尔听听也可以 都可以帮助自己断除疑惑 自己主修的决定是一步精 一个法门 决定不夹杀 决定不能剪断 功夫才能得利了 那才有效果 效果 而且非常明显 这个明显是你自己知道 不必要问别人 忘念少了 分别心少了 淡了 执着也淡了 这就是你的进步 心地 比较平静 比较安详 也比较有智慧了 从前对人对私对物 总是糊里糊涂 现在慢慢清楚了 不像从前那么糊涂了 这就是进步的现象